大皇子派人刺杀初婉,初婉却凭空消失,消息传出王军动怒 杨顺让凤九去劝王军 凤九劝说王军,初婉可能不是人世间的普通人 王军接受凤九的劝说,表示不再追究 燕末君把击痕救回到自己的殿内,发现击痕已经失忆 决心要找到办法帮击痕恢复记忆 凤九在庭院内喝醉了酒,王军前来看王 凤九起身不小心撞到了王军怀里 王军把凤九抱到房间内,请求凤九今夜让自己留下 凤九却睡着了,王军没有办法,只好回去 凤九醒来闻目云做完的事,知道没有发生什么,很开心 太后突然来到凤九的月华宫,严厉叫到了凤九一番,凤九更加忧愁 聂初营来找大皇子合作,大皇子受威胁只能答应聂初营的要求 叶将军提议家派人手守护王林,王军同意 但发现叶将军的伤疤一号,身上还有木芙蓉花糕的味道 又起了疑心 凤九丝愁,私命出现提醒凤九,情节完成之时才是他解脱之日 叶将军带凤九去自己发现的玄妙之地,并凤九谈心 叶将军送给凤九一个玉琢,凤九很喜欢,立即戴在了手上 叶将军看凤九喜欢,很开心 王军批完奏折,想要去月华宫 大皇子沉积去书房找王林的地图 王军来到月华宫,发现凤九不在 问了月华宫的宫女,知道凤九是和叶将军出去散心了,很吃醋 在月华宫一直等到凤九回来 凤九没有说出事情,骗王军是去听书了 王军假意硬核,失望离开 王军和凤九的结还可以解开吗? 预知后事如何,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整上书,速看吧